花蓮分局園警 二十一號晚間在市區 中正路上巡邏 看到一輛機車 騎在大街上搖搖晃晃 很怪 警方上前來攔查 騎士見到園警神情緊張 果然在他隨身包包裡面 找到了毒品 還有吸食工具 警車突然大回轉 一位眼尖的巡邏園警 發現對象機車 騎著搖搖晃晃 擔心會發生意外 警方趕緊上前攔查 男子招攔查的時候 神情很緊張 眼尖的園警發現 黃姓男子原來是 轄區內的毒品人口 結果在男子隨身包包內 找到毒品海洛因 以及吸食器 雖然黃姓男子向警方表示 自己白天要工作 晚上要照顧生病的爸爸 因此才會吸毒提神 園警還是依法將他當場逮捕 並查扣犯罪證物 全愛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地檢署爭辦 記者 中華報導 記者 中華好